主料,面粉500克,腊肠100克,主料,发酵粉2大勺,葱,芝麻,花生,食用油,13香,食用盐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用餐人数,1-2人,葱和腊肠备用,适量面粉加发酵粉合成软面团发酵备用,将葱切碎,腊肠切碎粒的用,面团发酵后,取一块面团,充分揉搓后, 改成大面皮,涂抹食用油,绑上腌和13香粉,将卷好的面三折压平,改成方形饼,主要是配合烤盘用,烤盘均用涂抹食用油,将制作好的饼配,在表面涂抹蛋黄液或食用油,第一次我用食用油涂抹表面,以后均用蛋液涂抹,将提前切碎的葱和腊肠粒均匀散在饼配上,然后撒上白芝麻, 第一次烤的时候,没放花生园,第三次烤的时候,放上一把花生嘴,烤箱运热,200度20分钟中层,标题上闪后即可,烹饪技巧,烤制时间大约20分钟,中途注意不要将外皮烤得过老,烤过了影响口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